大家好 在8年前的时候 我们当地到访了一对俄罗斯夫妇 承包了我们当地不被看好的300亩荒山 在种植国家的重点保护植物 据说一年的收入就高达830万 非常的高 今天刚好来到了这对外国夫妇的基地 对种植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 他们究竟种植的是什么植物竟然这么有前景 走吧 朋友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俄罗斯夫妇的他老公 个子非常的高 承包了我们当地300亩不被看好的荒山 现在这个荒山被他们打理的非常好 也种植了很多的这种国家的重点保护植物 据说一棵的价格就高达几万甚至几十万了 为了方便更好的出货呢 他们还在这边修建了一个场地 方便这个大老板停放车梁 然后这边还修建了这个水泥路 方便更好的出货 正所谓想支付就得先修路 现在咱们到前面看一下 看看这对夫妇究竟种植的是什么树苗 一上来就看到了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 像这对外国夫妇所种植的这种树苗 规模还是蛮大的 总共的话好像有十几万棵 都是这种的重点保护植物 而且品种也蛮多的 主要就是以这两种为主 我们来近距离的看一下 像这个也已经做好造型了的 是这种圆形的 据说这种的一棵的话 就能卖个一万五左右的价钱 我们来近距离的看一下 看看有多少网友认识的 就是这种的 它的叶子像不像那个山树的叶子 非常的翠绿 而且据说结出来的果子 都是红色的像豆子一样的 所以顾名思义的 这种就叫红豆山 而且拿来净化空气非常的好 所以有钱人在家里盖有别墅的人 都会往家里种上一两棵 拿来当做风景线观赏 像这一种做好造型的就不得了了 非常的漂亮 像不像那个银鹤松 其实它就叫罗汉松 像这样一棵做好造型的话 据说都能够值五万块钱一棵 我们来近距离的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叶子 跟那个红豆山有些相似 但是它的叶子就更加的翠绿 是这种笔直朝上的 而不是扁平的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像这样一排下来 都是一年长青的 这种拿来净化空气的话 跟这个红豆山都差不多 有钱人都非常的喜欢这种的树苗 对于这种的种植 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也可以把你们的一些看法 分享在评论期进行留言探讨 本期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也可以点赞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